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上周我在科技新报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说ZenFone 10将成为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代 换句话说就是ZenFone 10不会有下一代了 而ZenFone 10原本的团队还会并入其他部门或是进入ROG的团队 这让我蛮惊讶的 因为在原本商用电脑并入手机部门BU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不过ZenFone消失这个倒是新消息 我也觉得非常的恶腕 也会担心目前手上的ZenFone 是不是在未来在保固上或是更新上会不会变成孤儿 不过上周我在收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也收到了来自供应链还有知情人士的消息 则是说ZenFone下一代已经开了 那我当然觉得这个开的这个字的解释空间其实很大 那如果只是开按毕竟开发产品的过程都还是会有很多变数 真的有可能就做一做就收掉了 但如果是开模的话那具体可能看到最终看到产品上市的机会就比较大 那虽然这个开了的解释空间有非常大的range 但不管怎么说都跟上周看到报道说ZenFone要绝育的这个消息是完全相反的 而且之前第二季法术会的时候有一题又提到这个问题 像是摩根史丹利的提问 华硕是这样回答的 就是新的商用BU的主管是由手机的BU黑来兼任 所以也就是说凯顺他其实还同时要负责原本手机的business 那其实我想我们目前手机就有两大产品线 一个是ROG的手机还有一个是ZenFone的手机 那其实目前在整个产品的规划上面 我们还是会维持这两个产品线不会有任何的变动 不过在整个内部的运作上面我们会想办法来提高这两个产品线之间互相leverage的程度 然后能够用比较更精简的RD的资源来同时来support这两个产品线 那当然这些多出来的资源我们就会来投入到商用PT的运营的部分 那所以就是说从端端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其实并不会看到我们在手机的产品线上面有任何的变动 谢谢 就当时回答的意思是说虽然合并 但是ZenFone还有ROG Phone还是会继续 也提到了用更精洁的资源同时支援两个产品线 看到这样的回复我当然个人也会担心 是不是说ZenFone这个系列以后的产品的研发力度会下降 特别是过去几年可以看到ZenFone在走一个TikTok的路线 所以就会变成一年是大改进一年是小改进 所以可以预期ZenFone时就会是一个升级款 但说实在这个升级的幅度比我预期中还要少不少 就我的印象中这个手机跟上一代的差异 就是处理器可以预见的升级 大家都在升级 然后更强的拍摄无线充电 然后好吧那就加个颜色 大概就是这样都是小修小补的 就会觉得ZenFone 8的升级的代差都比它还要大 当然我自己用到现在ZenFone 10也用了好几个月 它是综合条件和不错的手机 但加上目前确定的消息 我会很担心ZenFone 11的研发量能 在已经并入到RG Phone以后 它的下一代是否还能推出有吸引力的产品 那录制前我们终于等到华硕的声明 今天华硕终于出来声明说 否认了ZenFone系列停产的谣言 仍会维持ZenFone和RG Phone两个产品线 所以间接肯定的开了这个消息的方向 基本上是比较可能的 但我还是希望下一代可以看到ZenFone有更大的突破 另外同场加印 上述这篇新闻最后一段里面 他提到 这波被华硕裁员的商用部门员工 会收到下个月为止 这一点倒是跟我目前听到的消息是一样的 总之对大家来说 ZenFone没有不见 大家暂时就不用担心了 如果你有什么内幕消息想提供给我们的话 也可以mail给我们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